我們來看看圓錐曲線的性質 圓錐曲線可以怎麼形成 除了我們之前的定義以外 我們還可以這麼做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個所謂的錐面 錐面是怎麼形成的 假設這是X 然後Y是這個方向 就說SYG這樣子 那我現在在SB裡面上 比如說我取一條直線 那這一條直線的話 根基走的話 它是加Omega 我們去走了 根基走的話 假設加Omega好了 那我現在轉動 這個去走 掃出來的那個麵 我們叫做錐麵 掃出來的這個麵叫錐麵 這也是Omega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錐麵的話 方程式的也等於多少 首先 這個呢 是等於什麼 這一段 當我掃過去的話 等於平面上的什麼 遠的半徑 就這個圓的半徑 這圓的半徑 等於說 就這條直線 就是說 跟鏡手有關 這R等多少呢 R齁 R是等於鏡 就是說 等於是我要問這一點 這一點的坐標 對 這一點去坐標 我這裡是鏡 對嗎 往去坐標 然後這半徑是R R的話很大 是等於那個鏡頭 那天鎮多少呢 天鎮Omega 對不對 但是R的話 我們是這樣撞過去的嘛 所以掃出來的話 是在水平面上 變成一個什麼 圓 那這R的話 就等於S頻號加Y頻號 這等於根號多少呢 S頻號加Y頻號 就在S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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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Y頻號 這等於是 不在S頻號 Panzen的 有M卡頻號 那這個就是呢 圓椎面的方程式 那圓椎面方程式的話 那圓椎面方程式的話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 假設這個Omega的話 它是介於什麼呢 介於零度 跟90度之間 那我們發現的話 我如果用這個平面 把它結割 這個圓椎的時候 那會產生二次曲線 當然包括桃圓 雙曲電的POWER線 那怎麼割出呢 首先我們看割出圓 圓怎麼割 你就這樣子 這個平面 它的髮線方向是 自己走的方向 也就是跟那個 就是我現在 有一個平面 這樣割下去 那平面的髮線方向 我們叫M好了 那M的如果跟你走呢 是平行的話 那割起來的話 就是一個圓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就是說 那割出來的圓是什麼樣的圓 就是說 果徑等於長處 但這等長處 割出來的圓的話 就等到 就等到這個 S平方 加Y平方 等於C平方 天前的 ω平方 其中呢 你做表 是等於C 這個就是個點 如果呢 C等於0的時候 當C等於0 C等於0的時候 那要得到什麼呢 得到S平方 加Y平方 等於0 當C等於0 所以解出來的話 就一點 那一點就是00點 是不是 從這邊過去的話 就得出一點 好 再來的話 如果你 你那個什麼呢 那 解下去的 那個平面的話 法線方向呢 沒有跟機走平行 而是跟什麼呢 跟機走的話 就夾夾 比如說夾一個什麼呢 夾一個那個膝蓋 好 膝蓋 或是我把它截到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 截到什麼呢 看 這樣截過去 這樣截過去 這角度的話 如果叫C打 那如果截到的角度 是C打的時候的話 這C打 就是說 這是Omega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你看 如果C打 跟Omega 夾起來 如果是90度的話 這個髮線呢 跟這條線的夾角 也是90度 那這樣的話 這個平面 會跟這個是平行的 那夾出來 就是拋物線 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夾角呢 加這個角度的話 是小於90度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 就是 同樣 也就是說 你C打 加上Omega 如果是小於多少 小於90度的時候 對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當然 大於0度 對吧 大於什麼呢 就是C打 大於0度 應該怎麼講 應該怎麼講 應該這樣講 應該要大於0度 因為C打要大於0度 因為C打等於0度的時候 的話 結出來的那個 那個就是個圓 對吧 那你這個角度的話 加起來要小於Omega 大於0度 因為C打大於0度 這樣的話 結出來的就是個橢圓 這一個橢圓 這是橢圓 這是橢圓 因為這裡有夾到 這裡有結到 這裡有結到 那你會說 老師 有結到的話 怎麼知道它就是橢圓 那等一下我會解釋 我們有個補充教材 然後告訴你的話呢 這個橢圓的焦點在哪裡 然後證明說它的確是同 好 如果怎麼呢 如果它的角度是90度的時候 這兩個角加起來90度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代表 代表這個樣子 代表這個樣子 對吧 那是對方的 那結出來的話 煙塔加起來 如果它是90度 代表這個方向 跟它是平行的 跟再一條線平行 對吧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煙塔 這一個 這一個 這是髮線方向 那這裡是90度,就是這條線 這個像是平面,這個像是平形 然後結出來就是一個泡物線 沒問題吧 這90度的話,所以這兩個角加起來也是90度 那是二分之拍的話,是泡物線 沒問題吧,等一下我們會證明它是泡物線 如果大於90度的時候 如果大於90度的話,這個就往這邊偏了 那往這邊偏的話,這邊也會有交線 就變成雙水線 沒問題吧 這樣沒問題吧 90度的時候剛剛好只有這裡有交線 這裡沒有 對不對 但是你大於90度的時候,兩個就有交線 這個時候就是雙區線 這樣沒問題吧 那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這樣結出來是泡物線 這樣結出來是泡物線 這樣結出來的話會是雙區線 我們這裡有個補充教材 這裡的話有個補充教材 這裡你看,我們看二次曲線 為什麼這個是泡物線 為什麼的話呢 這個是泡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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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泡物線 這泡物線 不是那麼好畫 這是泡物線 這是泡物線 那個圖形 這個會是橢圓 那我如果知道它是橢圓 我現在用一個球 把它塞進去 塞進去的話 這個球的話 我把這個球塞進去 對不對 塞進去 然後慢慢把這個球擴大 擴大 最後的話 它會跟它交一點 切一點 對吧 會跟它切一點 這個時候的話 比如說這樣子 就會切一點 切一點的話 這個小球 跟著追面的話 會切一個圓 是不是會切一個圓 對吧 我外面 然後這個 這個切點 就這個平面 就是說 割出來 這個橢圓這個平面 跟這個小圓的那個 切點 這事實上是一個焦點 等一下我們要證明 這個事實上就是焦點 另外的話 我現在用一個大球 把它塞進去 把它塞進去 那這個大球 跟這個呢 什麼東西啊 跟這圓椎呢 相切 那跟圓椎相切的話 它會切以外 跟圓椎相切 這不好畫 跟圓椎相切 跟這橢圓的話 也切一點 切出來的這一點的話 事實上是焦點 那我要證明這一個 那這個球的話 你把它塞進這個球的話 跟這個呢 椎面的話 它會交出一個什麼東西啊 交出一個圓來 交出一個圓來 兩底 兩底吧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可以證明說 因為這個椎圓的話 是在這個椎面上 是不是在椎面上 好 那我現在引什麼 引上面的一點 就是說 就我現在 椎圓上的一點 椎圓上的一點 事實上也是椎面上的一點 這個叫P 我說P點 到達什麼 到達那個 那個呢 這個切點 到達那個切點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這一點 引一條切線 跟這個呢 小圓相切 對吧 對不對 好 然後我現在 引什麼來 引 從P這一點 也引一條什麼呢 一條線 跟什麼 跟這個圓 也相切 跟這球相切 切至這一點 所以現在的話 有個球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我這裡有一點 然後跟球 切上面 上面一點 切下面也切一點 對吧 那我們知道呢 這一點的話 到達這個球的切線 是一樣的 那這個的話 我就是說 這個上面寫 寫是M1 M1P 跟什麼 跟這個 F1 是一樣的 就是說 M1P P M1 會等多少 會等於那個 P F1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吧 好 那一樣 那我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引這一點 到達這個大球的什麼 通過 通過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橢圓 因為這個橢圓的話 是一個面 這個面的話 跟這個球切一點 所以我連接這兩點的話 這兩點的話 連接線呢 是讓這個大球的切線 是不是大球的切線 對吧 然後 然後我再把什麼呢 我再把這條先延伸 再把這條先延伸的話 它會通過什麼呢 通過 跟這個 大球 跟這個 這個什麼 對面的那個 切圓 切圓嘛 對不對 M1P 那 那 這一條線 是等於 等於那個這個大球的切線 這一條線是大球的切線 那這個我們叫M2好了 那PM2呢 等於多少 因為PM2是切線 PM2也是切線啊 PM2 對吧 對不對 好 那我所有都知道 所有都知道說 PF1 加上PF2 是等到 是等於那個 M1P 加上M2P 加上M2P 這條線 等於是 這條線 它會通過什麼 通過那個頂點 這個圓錐的頂點 你在圓場的時候 它會通過圓錐的頂點 這有了頂 這個是固定的啦 這條線的長度 是等於 這個頂點到達這個什麼 這個圓的 就是這樣畫下來的距離 剪掉呢 這個什麼 這一點到達那個 球 就是說 你按這裡 掃一圈 就掃一圈 這裡掃一個圓 這裡掃一圈的話 這裡掃一個圓 比如說 一個模子 一個模子 你把上面 這裡畫個圓 這裡畫個圓 那這樣一畫 一畫來 這個什麼 這個距離是固定的 對不對 你 就是說你以這個當走的話 這樣轉一圈的話 得說是一個什麼東西 是個追台 是個追台嗎 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M1P M1M2 事實上就是這個追台 這個距離 沒問題吧 所以這是固定值 這是2A 沒問題 這樣就證明了 這個是橢圓 橢圓 是怎麼定義的 上面一點 到達兩個焦點的距離 加起來是個固定值 這固定值 就等於這個追台 那個腰的長度 沒問題吧 這樣沒問題吧 好 沒問題的話 那這個是 是橢圓 雙蓄線 雙蓄線 雙蓄線的話 也不是那麼好看 雙蓄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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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什麼呢 就是說 我現在 我現在一條那個 一個面擱下去 擱下去 擱下去的話 會擱到一個什麼呢 擱到一個曲面 擱到一個曲線 那這曲線的話 記住喔 這個曲線 是在那個 錐面上 這個曲線在錐面上 所以我可以找到一個什麼 一樣 我可以用一個球 把它塞進去 塞進去的時候的話 跟 就跟什麼 跟這個 人對錐面的話 交出一個什麼 就是 跟著錐面這裡 交一個什麼 交一點嘛 不是啊 就這個曲線的話 是在什麼 這個曲線的話 是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錐面上 但是它鎖在平面的話 是我們 切下去的那個面 那我現在用個球的話 把它塞進去嘛 塞進去的時候的話 這個球的話 是這個樣子 把它塞進去嘛 這是切點的 另外這個球的話 我也把它塞進去嘛 這不是那麼好看 這切點的話 切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的話 在上面取一點 在上面取一點 PR 在上面取一點 這一點的話 到達什麼 到達那個 這一點事樣是F1 這一點事樣是什麼 事樣是F2 這一點到達什麼 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是什麼 是 這一點到達這個球的切線 兩比 好 另外的話 另外的話 這一點到達什麼 到達這一點的話 是什麼 等於切線 這一點到達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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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過去的話 這樣過去的話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切線 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什麼 我看 會不會是切線 會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面 這個雙曲線 跟這個雙曲線 是在同一個面上 是不是同一個面上 同一個面 這同一個面的話 跟這個兩個小球都相切 所以這個是切頂 有沒有 這條直線 是在這個切面上面 是在這個切面上面 對不對 所以P M1也是切線 好 那P M1是切線的話 我們看 這個P P的話 我現在從P的話 我從P通過什麼 通過歐點 給它倒達什麼 倒達這個 因為這個球的話 跟這圓錐的話 也有個那個交圓 那我從什麼呢 從這個錐面 這裡直接過去 因為 這個錐面的話 什麼樣子 從這裡到這裡 一條直線過去 這一條直線 這一條這樣 這一條直線的話 是在我們前面 過去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錐面是不是這樣掃過來的 所以我從這裡過去的話 比如說這是頂點 那我從這裡過去 射進去 這一點 這個頂點這個半線的話 是向我們的 這個的話是向裡面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最後面是這樣掃過 是這樣掃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這樣進去的 這個算是虛線 這個我們看不到 虛線 這個我們看不到 虛線 到達這裡 這裡是Q 原理 這我們叫Q1 好 那我們知道P PF1 有沒有 是不是等於 PF1 是等於 PQ1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好 那一樣啊 那這個 這個呢 PF2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 那我做什麼呢 等於這個 這是Q Q2 Q1 Q2的話 在同一條直線上 兩筆 Q1 Q2在同一條 P Q1 Q2在同一條直線上 而且它通過頂點 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叫PF2 這等到 這等於 PQ2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PF1 減掉 PF1 減掉 PF2 這個等於多少 這是等於 PQ1 PQ1 減掉 PQ2 知道 是等於這一點 到達這一點去 這是固定的 為什麼固定 這也是一個圓嗎 這一個圓嗎 對不對 我把它掃出來的 這個軸嗎 這樣掃出來 掃出來這個圓錐嗎 這個Q Q的 Q1在這裡嗎 等一下 那是實心的 Q度在這裡嗎 是不是 不是 這段長度是固定的啊 P PQ1 減掉 PQ2 事實上就是 Q1 Q2 Q1 Q2 這是長數 是不是 所以 就是說 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減掉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是一個固定值 所以這個 這是一個雙續線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所以我們就保證說 我在錐線上面 在那個圓錐上面 這樣割下來 這種圖形是雙續線 沒問題吧 好 另外的話呢 如果是大家 Om190度的時候 它割出來 割出來是那個拋線 我們現在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它是拋線 現在的話就是 錐面 那錐面的話 那我現在的話 我現在 有一個那個皮面 這樣把它割下去 這個真的不是那麼好畫 割下去 割下去 割下去的時候的話 結果是這樣子 的 過來我看到 你們過來 過來 我用槍子 不好畫 你們又過來 過來 過來這邊 用槍子 用槍子 換槍子比較快 好 我用槍子 我用槍子 這要割下去 割下去的話 這是泡物線 對吧 那泡物線的話 那這個平面 這個泡物線 在這個平面上 有個切點 這是切點 但是切點 事實上就是那個焦點 怎麼看 那我假設這個球的話 跟這個錐面的話 它焦出一圓 然後我現在 過這個圓的話 也做一個那個 割面 把割面這樣一割 一割的話 跟這個 這個麵 這個麵是結束 泡物線的麵 它的焦線 事實上 這個就是準線的 這個東西就是準線 那為什麼 我們現在來證明 首先你看 這個到達這個距離 跟什麼 跟那個 這個距離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是平行 對吧 這兩個是平行 兩底 對吧 好 那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這樣講 就這條線 有沒有 PQ 這條線 跟什麼 跟PF 這條線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PQ的話 是什麼 是那個 是那個切線 是這個球的切線 PF也是這個球的切線 所以我就知道PQ 等於PF 對不對 PQ等到PF 但是PQ等到PQ 我把它轉了 從這裡轉到這裡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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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旋轉了 從這裡旋轉到這裡來 這邊呢 變成那個P'Q'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的話 又等於這個 對吧 等於PR PR 是不是 PR是什麼東西啊 PR是這一點 到達這條線的距離 這一點到達這條線的距離 這一點到達這條線的距離 跟這一點到達交點距離 是固定值 是不是 所以這條就是準線 所以這個就是泡沫線 沒問題 沒問題吧 真的很難看喔 我這樣畫這個土的話 畫好小 你知道嗎 就在這裡畫的話不好畫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先來看立體 所以的話 我們就證明的說 的確 你用那個什麼呢 圓錐面 拿著平面割出來的話 的確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二次曲線 我們看立體 我們看立體 它將連接 200 與002 兩點的那個直線 到一軸的旋轉 我們看200 跟002 002的話 一軸 是 然後繞進走這樣旋轉 所以這個就變成頂點 這裡會變成頂點 而得一個錐面 請問錐面與下列平面相交 這個錐面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錐面的話是以這個當頂點 錐面 請問錐面與下列平面相交所得 0等於1 0等於1的話是這個 是這個 這交出來當然是個圓 對吧 再來0等於2 0等於2就過這裡 一交就一個點 還有x等於1 x等於1的話在這裡 x等於1在這裡 這樣一交交下去 就變成兩個雙 兩頁的雙綠線 x等於1 x等於1 這樣一切 切的話就變成兩條直線 他從這裡切過去 切過去的話就是兩條相交的直線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因為這個是圓錐 然後我從這裡切過去 這裡有一條 那裡有一條 這樣進去一條 這樣進來一條 就兩個 兩個香蕉直線 就是你從這個方向開下去 這方向開下去的話 它是兩個相交直線 是不是這樣子 兩頂 兩頂 九十兩分頂 這兩分頂 就是你 你一個錐線 你這樣一切的話 就變成兩個交線 就好像什麼 這個我們是 他是這樣切 那我如果這樣切也一樣 我這樣切的話就是兩個交線 對不對 那我這樣切的話就是兩個交線 對吧 交出兩條直線 因為這個是一個圓錐 對不對 那我從這裡這樣切 是這兩條交線 通過這一點的 那我這樣切的話呢 是兩條這樣的交線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所以的話呢 是兩條交線 交出兩條直線 好 沒有理由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立體位 那除了呢 你用那個錐面 它可以呢 用圓錐面 可以交出二次曲線 以外 你用那個圓錐面 它也可以交出二次曲線 在空間中 滿足 中間一個柱體 我們可以看滿足 應該是一個柱面 滿足外皮 那等於四 然後魚皮面 一 與圓錐面 可能的香蕉形形為何 好 那它可能的香蕉形形 有這樣子 首先你這樣 這樣呢 一切 比如說 一圓 第一種香蕉形形 是這樣一圓 這樣直接切過來 是一圓 對吧 第二個 我斜著切 斜著切的話 是一個橢圓 那你說 老師 那你怎麼知道它是橢圓 等一下我們經過旋轉的時候 可以證明這一點 是橢圓 第三種情況的話 就是 就這樣切 你切到邊邊的話 是一直線 一直線 切到邊邊是一直線 你切到中間的話 是兩直線 兩直線 兩直線 不行 不行 鬆曲線 不行 鬆曲線 也不行 只有這個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 它有幾種形形 一圓 有三種形形 總共有四種 圓它跟其他三種 對吧 交出一圓 圓 橢圓 直線 兩直線 這是圓 兩平一線 直線 還有不相交 不相交 這樣的話 不相交 這樣的話總共有五種形形 不相交 原理 沒問題吧 好 那你會說 那這個為什麼 這樣交出來的話 會是什麼 會是一個那個橢圓 我們現在稍微證明一下 那這個要透過那個旋轉 我們透過旋轉 我們假設 結果齁 結果這個升級軸 那這是x軸 好了 對吧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把這個軸 把這個軸的話 我要轉一個角度 把這個軸轉一個角度 把這個軸的話轉一個角度 這樣 假設這樣好了 我假設呢 這個 切的平面 是這個 切的平面 是這樣的 這樣的平面 這是x軸 這是x軸 x軸 好 那我現在 嗯 有一個平面 我跟它取消幾 平面 平面 是x軸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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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y 屬於R 所以我說齁 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這條直線嘛 這也就是 這y也對 很小 啊這個方向是y 那s軸的話呢 它是一條直線 那y方向的話 它屬於任何值 x軸 那這個就是平面 那這個就是平面 這是平面 那交出來以後的話 變成什麼情況 變成這種情況 變成是s平方 加y平方 等於4 然後呢 這個y 等於多少呢 x 就是這個 這個 且這個嘛 對不對 這一個嘛 且這個嘛 對吧 這個且這個嘛 因為這個都沒有限制 對吧 所以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交出來的 交出來的曲線就是這個 這個是它的曲線 但是這個曲線的話 我怎麼知道它是橢圓 我就給它做什麼呢 做旋轉 怎麼旋轉 我現在給這個坐標做旋轉 那y軸的話 我不要做旋轉 那我現在的話 假設我現在上面有一點嘛 這要p點對不對 然後p點的話 現在的話呢 這個是x坐標 然後我要問一個問題 這個p點呢 相對於呢 xy的坐標 就是說p點 它有sy嘛 對不對 這是舊坐標 還有s'嘛 y'嘛 這是新坐標嘛 我現在問呢 新坐標跟舊坐標之類的關係 好 然後呢 這個是 這個喔 這個是x嘛 這是y 然後這段長度的話 這段長度的話 這段長度是g' 這應該是g'才對 對吧 啊 這段長度 這段長度 這段長度是s' s' 我假設呢 這個座標走 賺一個什麼 賺一個s' 就賺一個s' cos' 有沒有 s' s' 減掉這個 這段多少呢 這段是d' s' 這個角度也是 減掉 減掉d' 這座標的y'是等於這段 這段 這段 這段是 這段的話 這段的話 這段是等於 這段 加上這段 這段多少 這段就是這段 這段 這段是 這段是 s' 3c' S' 加上這一段 這一段是 D' cos 加 D' cos 這坐標準轉動 之前我們有學過舉正方 這個可以把它寫成舉正方程式 那這代表什麼呢?代表旋轉 cos 四大 這就是負三四大 對吧? s 四大 cos 四大 乘到 S' y' 問題吧? 這是轉動舉正 沒有對吧? 那這我們稱為坐標轉換 這同一個P點 相對於不同的坐標 它之間的關係 就我將那個坐標轉了一個S'以後 那個P點相對於新坐標 與舊坐標之間的關係 沒問題吧? 好 沒問題 那我們知道 現在這個曲線 它相對舊坐標的方程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我把它轉一個角度以後 那我問什麼呢? 問它相對 那個 沒有 這個是相對舊坐標的關係式 那我把它轉一個角度以後 那我問它相對新坐標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關係是什麼樣子 好 那我怎麼轉 因為這個方程式的話 我們想的 我們是怎麼擱的 就是說 是 S 等於 Y 就是 X 等於 din 這個面擱出來的 那這個剛好是 45 度 也就是說 我如果把這個角度轉 45 度的時候 那個什麼 那個橢圓 它的長軸 剛好就會在X'上面 對不對? 然後我們去走 就跑到這邊來 那 Y 走的話呢 Y 走的話 可能 Y 走的話就是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我選取什麼呢? 選取那個新檔 所以我現在是這樣 我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舊坐標的X 換成星座標的X 所以就變成這樣 然後我拎這個 拎它等於 45 度 拎它等於 45 度 45 度的話 帶進去以後 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 曲線的相對星座標的方程式 好 帶進去 就變成 這變成 X' 乘以跟它二分之一 所以你這樣就變成 X' 乘以跟它二分之一 所以你這樣就變成 X' 乘以跟它二分之一 所以你這樣就變成 X' 乘以跟它二分之一 平方等於四 然後 D' 乘以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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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更是 X' 乘以跟 X' 乘以跟 X'' 乘以 with X' 乘以跟 X' 乘以跟 X' 相對星座標 是一個検圓 對吧… 好 那... 那... 啊這個怎麼解釋? 這個就不讓我們等於Z的話,這怎麼解釋 就不讓我們等於Z的話,這怎麼解釋 我看喔,這個G的話,譬如到這個等於0,等於跟到ONZ 45度 這裡應該要怎麼樣? 這裡應該要定在Planet等於0 應該要定在Planet等於0 為什麼應該定在Planet等於0 因為 會 因為當我什麼?當我這樣轉動以後 轉動以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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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動以後的話,這Planet等於0 因為那個什麼? 因為那個Planet等於是在這個面上面 對吧? 所以這Planet等於0 對 那這個方針是怎麼? 這應該是GPlanet等於0 GPlanet等於0 這裡應該是GPlanet等於0 才對 因為這樣轉動以後 轉動以後 GPlanet等於0 但是問題是 這個 對啦,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P點的話 是在什麼呢? P點是在這個平面上 對吧? 我們將做標準轉到這邊 所以GPlanet等於0 所以GPlanet等於0 是在這個平面上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說 本來應該要怎麼轉? 本來應該是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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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面 上面這些點 上面這些點 X要寫多少呢? GPlanet等於0 於X OWRAider COS要寫多少呢? COS要寫多少呢? kOS要寫多少呢? 怎樣寫多少呢? 然後 這個 LIN要寫多少呢? 0 various 它是在這個平面上 那這樣說我信答需要幾度 所以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的話 Zin除以X 這等於Tencent信答 我們知道的話 你除以X是等於 你等X嘛 對吧 所以就等於1 所以就知道我Tencent信答 要等於1 也就是說信答要等於45度 也就是說我要轉45度的時候 轉45度的時候 我才能夠 才能夠 將那個S'Y'的平面 貼在 這個面上面 有問題 沒問題吧 這樣有問題 就是說 我現在要求 這個橢圓 就是這個圖形 我現在轉動 轉動一個角度的話 使得那個圖形 落在這個平面上 那那個圖形落在這個平面上的話 所以我要求1'等於0 那要求1'等於0 那要求1'等於0的時候的話 那我就可以求這個角度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方程式的舊座標 x'跟z x'跟z'要一樣 所以我就知道 S'Y'等於45度 沒問題吧 所以我就知道 這個就變成 這個就變成 45度 所以應該這樣講才對 這個邏輯三的話 有點問題 就是說 首先 首先我要求1'等於0 那要求1'等於0的話 就得到這個方程式 然後再一比的話 得出7道要求等於45度 那要求45度的話 所以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說 這個x'就等於 更號 更號多少呢 更號2分之 更號2分之1' 那z'就等於 更號2分之1 多少呢 這個x' 對吧 然後其中 z' 因為我要求他等於0 然後我就把這個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 就得到什麼 45度 這樣轉45度的話 x' 這樣轉45度的話 x' 不是h 對啦 這樣沒有錯 z'等於這個 所以我就把它帶進來 其中的話 y'等於多少 y'等於y y'就對了 y'就對了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 更號2分之1 x' 平方 加y' 平方 等於4 然後z'等於0 所以這是個椭圓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沒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什麼呢 這個圓椎曲線的旋 好 圓椎曲線的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名詞 我們看什麼叫旋 旋的話 就是說 這個 上面兩點 這樣就是一個旋 gm 是一個 拋線 腿弱雙腫線 什麼旋 就gm上兩下一點的連線段 就是一個旋 那什麼叫交旋 這個旋有通過什麼 通過這個交點的 我們叫交旋 叫交旋 什麼叫正交旋呢 就是說 這個 交旋 它跟什麼 跟那個 那個 對稱軸垂直的 這個我們叫正交旋 交旋它有無窮多條 正交旋都垂直於對稱軸的交旋 我們叫做正交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拋物線的正交旋 拋物線的正交旋的話 用於拋物線的正交旋長 為交距C它的四倍 好 那我們來證明一下 這是一個拋物線 對吧 好 那這是交點 F F F 這是C0 正交旋就這一段 但是呢 這一段 跟什麼 跟這一段是一樣的 但這一段跟這一段又一樣 這是C 對不對 這是準線 這假設原點是00的時候 這準線的話 這是-C0 所以這是2C嘛 所以這段2C啊 可是這段2C 所以整個正交旋的長度就是C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再我們看看橢圓的 橢圓的話 正交旋 這兩個是交點 這橢圓的話 這叫A 這叫B 我們來證明說 這是C嘛 我們來證明說 這個橢圓的正交旋 L 是等於A分之2B平方 怎麼看 這是它正交旋 是不是 好 這長度等多少 我們看這段多少 這是2C嘛 對嗎 那我假設這個叫B 我這D D的話是2分之L 那這個等到 這個會就等於 那個 2A-D 好 那我到D的平方 加上呢 2C的平方 比多少 2A-D的平方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求出D 好 你看喔 我把它展開 D平方等於多少 加4C平方 4A平方 減掉4AD 再加D平方 這可以消掉 是不是 好 那這樣的話 我D就可以算出來 4AD 等於多少 4A平方 4A平方 整C平方 這個 這等到 這等於B平方 4B平方 所以 A就等於D D D就等於A分之B平方 是這樣子 對吧 那D等到A分之B平方 這等於2D嘛 所以L等到 L是整個2D嘛 就等於あっ A分之2B平方 兩 dzięki 沒有問題吧 這樣就這樣 沒有不底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 雙曲線 雙曲線的正交線也是A分之2B平衡 雙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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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知道d平方加2c平方 等於2a加d的平方 那我把這個移過來 4c平方 2a加d 平方減d平方 A平方減d平方 2a 這個減2a 這個加這個 2a加d加d2d 是不是 約掉 所以 還有一個2可以約掉 所以這是 a加d等於a分之c 平方減d d d等於a分c平方減a a分c平方減a平方 就等於a分b平方減d d d就等於a分b平方減d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所以l 就等於2d 等於a分c平方減d 沒問題 沒問題吧 他拋物線的焦點 f 23 準線 L3 加4y 加12 等於0 4球 這個 拋物線的正焦水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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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 2 3 對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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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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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膠點到達那個準線的距離是2C 那它終點就是膠點跟那個準線的這個垂線的終點是一個頂點 2C是等於到達這個距離就帶進去 這是5分到達的3乘以2加上4乘以3加12 這2C 這在5分到達的6加12加12 等於5分到達的24加6是34 5分到達的5,6分到達的5分到達是8分 så有ElonI等於4C 這12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抛线 抛线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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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求正交全场,那你就把它画成标准式 x 加1 另外,它会等于8y 负8y,加7,加1,加8 这等于4-4 抛4乘以2 y加1 保上c是等于2 y-1 这是4cx 所以它更交全场 等于4c的绝对值 4乘以2等8 这里是c 对吧 好,正交全的两个端点 正交全的两个端点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交点在哪里 点点在s-1 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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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 1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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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兆的話,二兆等於四 一,這是負一 負一加四,是三一 往右,往左,是減三 負一減四,負五 這等於它兩個焦點 你要畫圖,畫圖才做得出來 我們看立體三 負一線的焦點 F等於二,二 對稱軸是 對稱軸是 L0,S-Y 正焦懸長 等於四跟二 等於L21 不是,是4C 拋一下 4C 現在的話 這是對稱軸 焦點是2 對稱軸是2 對稱軸是2 然後呢 它的這個 C的話 C的話 等於 C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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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等於跟他2 跟他2 那跟他2的話 所以的話 準線應該在這裡 這才不得到 這長度 這長度是等於 2跟他2 對不對 所以這準線 準線在這裡 這準線 中間這一點的話是頂點 頂點是1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準線方程式 準線方程式的話 N就等於 X 加Y等於點 對吧 因為這是C 這是C 然後拋線方程式 拋線方程式 這個是頂點 好 那我就知道 這個拋線方程式 我們就 上面的點 上面的點是 P XY 到達準線的距離 跟這個到達這個距離是一樣 也就是說 X-2平方 加Y-2平方 加Y-2平方 是等於到達這個距離 是等於到達這個距離 這裡的話 它應該有兩條 一邊的話是這一條 另外一邊的話 可能是哪邊 可能是 加多少 這個再兩倍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交點 這如果是準線的話 這兩倍的話 這應該是44 對不對 這個準線 這應該是44 所以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可以寫成 X加Y 等於K 那因為它通過44這一點 所以你把4加4跟4代入去 所以是8 所以另外還有一條直線 就是X加Y 等於8 那這條也是準線的 它頂點的話在這裡 那這個是這個樣子 一個這個樣子 一個這個樣子 好 那這也是一條 就是X-2的平方 加Y-2的平方 加Y-2的平方 乘以2 這樣等於X加Y平方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就把它展開 兩倍多少 X平方加Y平方 減4X 減4Y 再就到 都得12 12的8 那就等於X平方 加2XY 加Y平方 然後我這個拿過去以後的話 就剩下一個S平方 加Y平方 然後2SY一過去 減2SY 那這拿進來是-8X 減8Y 加16 這是一條 兩頂 對吧 再來另外一條 另外一條 是哪一條 是X-2 就是那個 拋物線的點到焦點的距離 等於到準線的距離 跟它二分多三 在這一條 這是-8 等於0 S加Y-8 這樣子 然後兩倍給它平方 就跟這個一樣 兩倍多少呢 S平方加Y平方 減4S 減4Y 加8 另外這把這平方 這平方就是 S平方加Y平方 然後再加上2SY 再減8 2倍 2倍 是16 16X 減16Y 加多少呢 8 8 64 這樣子 它移過去 這是S平方 減2SY 再加Y平方 它一次項的 -8 負8加16 等於8X 這負8加16 加8Y 後816 16 減掉多少呢 64 哦 64 這要848吧 減48 等於0 2米 沒有底 沒有底吧 這兩米 這沒有底吧 好 我們看那個 V提示 這沒有底吧 不然還是今天呢 就上到這邊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好 aaaa 1 2